本節目內,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,並不代表本台立場。 以下節目含粗言為語,只適合成年人收看。18歲以下人士,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,敬請留意。 明星期一至五,黃昏六點到八點,吳辦高森,彈球均真,啤梨漫步,節目主持人,啤梨,林匡正。 好,大家也看到我Facebook,也在發出葵聰工業大廈事件。 今年年初,和史提、麥、波仔、黃昏石、馮敏儀一起接到一宗案件。 其實是否舊了?不是,因為有最新的進展。 我也希望,要有一些收手。 首先,我要先說些甚麼事件。 為甚麼要有人收手? 今年二月,馮敏儀就問我,在葵聰華福工業大廈, 有一群租戶、一群小業主,自從在去年2017年的一月, 在業主立案法團成功能一票,便踢走了原本的舊業主立案法團。 即是,舊業主立案法團已經紅墜了十幾年, 為甚麼很多東西,帳目等都不清楚。 那麼,舊業主立案法團便輸了, 正常要交一些法團的文件、帳簿給新的法團, 他便不肯交。 那麼,為甚麼會令到這件事件出現呢? 就是因為他想加一個停車場的租, 因為他想收購到停車場的某些車位,便失敗了。 然後便加租,那些小業主退租戶便覺得不開心,便覺得你去玩東西。 於是,別人在業主特會便踢走你。 那麼,好了,即是後來便出現到,就是譬如這個,即是, 即是,其中有三成業權的,這個,他休場起,他這間這樣的三起。 那麼,大家之前,如果重溫回我們的節目,他都知道了, 即是,找了那些貨,那些米,塞住了在其他不合作, 即是,好像我們受賀人之一的Vini,他們的店舖前面都擺了些米, 擺了些貨,在電梯口也擺了些貨,在電梯裡面也擺了些貨, 即是,其他業主租戶不聽話那些,不配合那些, 或者要踢走你那些,就不可能上到貨,落到貨, 即是,第一,門口出不了, 第二,即使你出到門口,逐包貨搬, 去到電梯,亦都沒有位置擺, 就算可以擺到一兩包, 出到電梯,亦都沒有位置走, 即是,很慘,因為應該是,一卡一卡, 即是,百多包米,百多包,幾百包咖啡, 退運走,即是,退百多箱, 現在要一箱一箱,這樣運走, 人家完全做不到生意, 根本就斷人米路, 人家便嘲訴退無碗, 就找個,譬如,警察來, 警察又說,私家地方就很難處理, 找個消防,消防都說, 他們阻塞他的通道, 但消防一走, 人家的貨物又馬上搬出來, 又失去, 找了當區區議員, 民主黨的吳劍昇, 但都是幫不了手, 逼於無奈, 找了馮敏仁, 不馮敏仁就找我, 我說行,不怕, 找我們走來幫你, 還有,連Winni那些貨車, 上下車, 就讓他們找一些貨物, 找一些電車, 在中間卡住那輛車, 不讓那輛車走, 我們去找警察處理, 警察都說, 私人車位處理不了那麼多, 我說有沒有搞錯, 現在, 警察不准做, 只是綁架別人的車, 就是綁架別人的車, 結果我們去到, 第一, 成功救回Winni那輛車, 被人綁架了十天, 車位要錢, 租車也要錢, 結果八比了租, 十天虧了幾萬元之後, 都幫你救回車, 第二, 曾經在邱長熙請的大廈保安, 即舊業准立案法團, 請大廈保安的主管, 想阻止我拍攝, 讓他調查他, 不能拍攝的嗎? 你找到文件出來, 你大廈有哪個規矩, 我們不能走來拍攝, 我們媒體不能走來採訪, 你讓我看, 讓我看不到, 你便是拉斯格陸, 是嗎? 接著, 我們阿媽也有跟他們, 當地的人, 他們派那些員工去做衝突, 因為那些員工整天, 就粗口辱罵, 就是Winni, 或者其他的租戶, Winni正是患了他精神病, 要吃他精神藥, 甚至有些員工, 女員工, 那些被人罵, 他罵到哭, 他當面, 我真是害怕, 是的, 我們去到之後, 譬如《壹傳媒》, 《香港年一》也有報導, 很快, 過了農曆新年之後, 他們便沒有再做一些堵塞的行為, 甚至說, 他們在天台的潛建, 或是懷疑以前, 舊業主流案發團, 就包庇這些東西, 因為你天台可以潛建, 或者他們給一些租, 即是車租給不完, 那你做生意成本便會低一點, 是嗎? 那他優常起, 主要是想成本較低, 但你換了新業主流案發團, 隨時要拆回一些潛建, 因為是危險的, 因為油商會隨時爆炸, 以及要他正正經經給那些車租金, 那他生意成本便高了, 我這件事我都明白, 於是他便出這些招數, 那你出這些招數, 要別人死人, 完全做不到生意便不對, 那幸運, 後來我們去了, 亦都經過其他傳媒, 和我們《啤梨晚報》幾次廣泛報導, 他便沒有再做這些事情, 是嗎? 去到五月, 他連官司都輸了, 要交易成的賬保和數保, 那以為整件事便沒事, 誰知這個月又發生一些衝突, 就是對那些片, 又有優常起的員工, 就不斷會辱罵, 即是Winni, 或者新業主流案發團請的收銀員, 保安, 就出現了對那些事, 那當中, 我不是, 就是, 誰是誰非, 其實你很難說, 因為我認為你也要聽到優常起那邊, 雖然很簡單, 表面證供, 你做這些動作便不對, 是嗎? 他有沒有和你們溝通過? 有什麼負衝? 可能不知道, 這件事我都要聽回他的報告, 幾間傳媒都找過他, 他有沒有向外交道過? 暫時沒有, 以我所知, 但如果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傳媒, 我願意去聽, 甚至可以讓你上來去說, 有沒有主動聯絡過你? 沒有, 但他可以, 等你們便上來說, 好了, 出現了這些事, 我們出了一些圖, 事源是怎樣呢? 事源是怎樣呢? 事源是說, 有些三起的車, 又是這樣的車牌, 在9月10月欠租, 即是想追回貨車租, 但人家三起就說, 不是啊, 這些貨車登記是其他公司登記的, 即是登記的公司和不同了, 於是就不讓, 不知道是否這樣又再爆發這個衝突, 還是他一路上都是想用這些招數, 讓他可以減輕生意的成本, 再去圖吧, 即是別人的新利液轉貿易法團, 都要追這些車的發位通告, 就是要追回那些錢, 那曾經呢, 即是三起的員工之一, 曾經做人育的路障, 不讓Winni, 其他租戶的那些車走, 很惡劣, 即是會出這些招數, 沒有以前那麼惡劣, 但現在的情況都不是那麼樂觀, 亦都曾經, 即是右手邊是Winni的咖啡廠, 那三起是做米, 即是大家下的供應商, 那些米又塞住人家門口, 人家上不了貨, 人家的板又拉不到, 幸好新的保安, 以前都調停到, 因為他以前做過這個警察, 這是三起米業, 我不知道他今次是否, 史提法純粹猜, 他做這麼多動作優常戲, 是想進入葉主立案發團, 想有四, 大家就聊一下, 那大哥, 我純粹回來先, 即是我自己覺得, 你想別人跟你聊, 你這麼惡, 別人是會怕了你, 別人就不敢跟你聊, 即是你越用這些招, 別人就會越怕你, 而且我也會繼續跟進, 究竟是否另有內情, 或是職怨, 還是怎樣呢, 即是因為, 我也看到, 喂, 是否有些數目的問題呢, 會否嘗試聯絡邱先生呢, 我就等他聯絡我, 這些苦主主主要聯絡我, 是吧, 我們碧里曼寶, 是有他的電話, 而我相信, 他也知道我們怎樣去聯絡, 即是我覺得最好, 我希望他對這件事, 即是可以緩和, 即是我少許建議, 就是第一, 你嘗試用溫和的態度, 因為大家, 即是人家是新葉主立案發團, 他不能不聽你, 有三成葉權的人的說話, 是吧, 即是你用這些招, 這招反而是你自己, 大家又不好, 即是大家都要找兩餐飯吃, 即是盡量不要用這些招, 是幾不知, 如果不是, 你想有一個平台, 譬如, 即是我們碧里曼寶也好, 哪裏都好, 可能你和新葉主立案發團一邊, 你優秤你退一邊, 就是三口六面, 對談清楚就最好, 即是這些招, 即是盡量都不好用, 即是下兩節, 大家要留心聽, 嗯, 香港人工作繁忙, 睡眠不足, 又喜歡吃煎炸東西而棄東西, 作死嗎? 最適合喝涼茶, 清一下熱, 吃碗龜苓膏解下毒, 龜苓原芳出品的涼茶, 以祖傳秘方煲製, 並以蜜祖代替糖, 美味又健康, 而精製龜苓膏含草龜成份, 質感柔軟, 味道甘而不劫, 現在龜苓原芳和MIHKTV合作, 益網友, 原價210元10張的 龜苓原芳健康飲品禮券, 現在只需要189元, 龜苓膏禮券, 原價一張43元, 現在只需要39元, 趕快上www.mihk.tv.yummy 換領以上超順一位, 收到SMS之後, 就可以去龜苓原芳觀塘門市, 購取禮券啦!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